這條隊啊 長度啊 哇 神經病啊 今天平日都這樣 哇 我想問這條是不是隊的味道 不是 隊頭 剛剛看到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 有人 應該是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我來到這個竹心站 這邊就是首爾比較東邊的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是來了一間cafe 我想說今天是平日的四點鐘 通常在韓國去cafe 是不太需要排隊的 但是呢 剛才大家看到 這條隊很長 我猜要一個鐘以上 說真的 然後為什麼這間cafe要排隊排到這樣呢 這間cafe叫做Blue Bottle 首先在微卜很紅 然後日本很紅 然後剛剛沒多久之前 就在韓國開了分店 所以大家就是冒名而來 我們也是冒名而來的 通常在韓國的熱潮 都是 我猜 應該可能一兩個月就會散 但我們偏偏就要選最多人的時候來 好啦 我們現在就看看 現在四點鐘 要等到幾點 因為他們說 是不能訂位或者拿票的 是一定要在這裡排隊 讚賞告訴大家 我們等到幾點 現在是四點半 我們剛剛進來門口而已 哇 咦 突然間可以進去 又停了 停了 哇 終於當我們下來了 但還有一條酒 好了 報一下事 現在是這個 四十分 我們等了八個字 剛剛等了八個字進來了 好笑 其實我本身是 我不知道有這間咖啡存在 然後我朋友 他就拔了我 然後他就說 是因為這間咖啡的奶特別 所以那些人就喝了 但其實我本來不是說 那麼喜歡 會常常喝咖啡人 所以呢 我慣常是叫朱古力 因為朱古力也是用奶購的 所以我覺得朱古力也可以喝到它的奶 所以我應該會叫朱古力 還有很多周邊的東西賣 那個 藍瓶 不是啊 那些是特地的 特地是水泥場的設計 是非常普通的 所以我覺得拍照是 很一般的 只有水泥場和啡色 所以整間店這麼樸素 帶了這麼多人 一是因為大家務名而來 二是飲品真的很好喝 你看 袋子沒有短過 剛才我們就在那個位置等 現在是 53分 我們等一會兒 終 Spy我們到了 下一個 可是蓋子溶片 有嗎 木桿溫片 有嗎 freku 很疲倦 兩個整個小時 而且沒位錯 為什麼你比我快? 我們現在是5點03分 剛剛好1個小時 現在我們打算拍照 但真的超級不漂亮 真的拍得不漂亮 我覺得不是 這裡的燈光非常不適合拍照 很多人都是室外 不如我們直接出室外 不適合打卡 是嗎? 完全不是打卡特寶 如果這裡是沒有人的話 其實也會漂亮 終於去試一口 我們叫這個 Macchiato 我覺得是有點不同 但我說不出 不知道 因為我一向不是人開咖啡的人 我是因為你而來的 因為我覺得本身對咖啡沒有特別興趣的朋友 其實是不會喝得出很大的分別 我覺得是好喝一點的 是不是牛奶會比較豐富一點? 純粹想跟大家說 開了一間Bullo Bottle 大家要一對咖啡 對Latea慶祝的朋友可以來 我現在很深開 因為我要很誠實地跟大家說 我是不懂的 不懂裝飾這裡最可恥的 我覺得 好了 現在來到這個聖水站4號出口 走大概3-4分鐘就會去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因為我們通常去完咖啡都會吃鹹的東西 因為我們覺得吃完甜的東西就是吃鹹的東西 其實我們本身的計劃是想坐在咖啡裡 吃一會兒吃點甜的東西 然後才吃飯 但可惜太多人了 改變計劃直接拿著咖啡過來這邊吃東西 現在我們去的這間 就是近來被稱為Hot Place的一間 蕎麥麵餐廳 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因為最近它成為了這個拍攝場地 然後好像人排隊 有排隊 韓國人呢 那一陣子紅什麼呢 那件事就要排隊了 但其實可能在過一兩個月之後 就會完全平靜了 整件事 好了 我們在這裡等 好了 現在就排隊了 其實應該就不用排太久 因為我看到 就算我們前面的人已經進去了 在哪一套韓劇的取景地呢 就是這個 浪漫是別策庫路 總之是李宗石那一套 剛剛還沒多久 我也挺喜歡看那一套戲 就是在這個窗裡拍攝 耶 終於進來了 好了 我們就點了這個 韓牛的凍橋麥麵 然後點了一個 牌糕蓋飯 我們剛才是忘記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是為了這件事來的 香港很誇張 我們坐下來 然後點完蛋 抹手 然後食物就已經 快到 你一落蛋就吸出來 是很快的 所以其實如果要在這裡吃飯 其實整個速度是可以很快 但是都要等這麼久 我等多久 應該是20分鐘左右 爆到青瓜 然後它是特別有提醒的 所以如果你不吃青瓜的話 要下單的時候就要跟我說 走青瓜 好啦 我要吃什麼 我先試這個 不知道這些大熱天池是要吃 很冷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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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吃蘇巴 然後有肉在上面 因為平常吃蘇巴是只吃蘇巴的 它有肉 我覺得真的好像越南湯粉麵 哇 好美啊 還有這個我最喜歡的 超棒 我喜歡吃蘇菇味的時候 加進去 蟹膏醬 我最愛的蟹膏醬 我還沒吃過 韓國醬已經出來了 好了 我們要拌了 這裡有蟹膏醬 很多這些叫 黑魚子的卵 總之是超級好吃 當然要這樣拌 很香的 很香麻油味 紫菜 這是什麼芝麻 好 我們去吃囉 怎麼會不好味呢 坦白說 怎麼會不好味呢 怎麼會不好味呢 我剛才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覺得 我有一個錯覺 這個會是冷到吃 因為飯是熱的 所以現在吃到是溫暖的 蟹膏醬是挺濃厚的 但其實因為我個人不喜歡吃太多 芝麻油香味的 我會覺得它稍然芝麻油香味太多 但喜歡芝麻油的朋友就會很喜歡這個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蛋糕來的 但是 9000瓦兩隻蛋 它買上去是很好吃的 還有它是流心蛋 看到嗎 炸蛋啊 青梅你 我先試一下原味 好燙 我會覺得它賣相是高分 正常 普通 它的賣相會覺得是 嘩100分 但你可能吃下去的時候 算了我不說 你快點吃 你的樣子 炸雞蛋 對 是靠沙律醬 對 應該炸雞蛋 是好一點 但是炸雞蛋 其實也是普通 炸雞蛋 我已經吃完了 然後每個人都是 16500瓦 我覺得 我可能未必會再來第二次 我覺得蟹膏醬飯是好吃的 但只得那個 比較值得來吃 如果我覺得你經開這條的話 可以來 你未必需要特地來 所以今集不是介紹美食的 純粹是Vlog 這樣記錄我的 我出來吃東西的一天 好了 如果你的訪問 就到你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告訴你 記得追蹤我 追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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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我追蹤我 追蹤我追蹤我 追蹤我追蹤我追蹤我 就啦 你沒有追蹤我 追蹤我 憶侍 我 不是解的